裁判鳴槍 選手起跑 這是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每年都會舉辦的親子運動會 今年已經舉辦到了第四屆 頂著艷陽天 大人帶著小孩 還是出席踴躍 實力射出標槍 還是利用傳統竹子製作的標槍 部落男性比賽完畢 緊接著女性上場 部落長輩就說 這是過去的傳統 儘管到了都市生活 還是要傳承給下一代 每年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除了親子運動會以外 也都會舉辦各系列活動 就是希望凝聚族人的心 不僅透過互助合作 增加榮譽感 初衷也是希望旅居都會區的族人 不要忘記自己是阿美族 記者亞灣五六新北市細紙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你